五六月是台东排完组部落采收小米的时节 天气正热 田里场吹不到风 主人盯着大太阳务农 满身湿汗 为了抒发心情 主人会吹火烧节梦 没想到境意外迎来凉风吹佛 老人家就是在收小米没有风的时间 他们休息的时间 他们用嘴巴来吹 吹吹吹吹的声音 风自然就会来了 族人认为吹火烧能把风起来 一袋穿着一袋 直到现在不落其佬 在田里工作时 依旧延续祖先留下的习惯 大午气象站主任表示 吹口哨是增强肺活量的呼吸方法 老人家在炎热天气工作 吹口哨能调理呼吸功能 也能就有一次一息 把身体热气散出 达到自然降温的效果 就是吹口哨也是一个造成一个小脑风 所以还是一个小对流 但是你说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身体感觉到说 有降温或说有风进来 我觉得应该是心情的转化 应该是比较大 不管是不是心情转化 或是调整呼吸 把热气散出 但这老人家吹口哨消暑的方法 代代相传 到现在都还在使用 炎热的夏天 还是提醒民众 尽量不要长时间 曝晒在烈日下 多补充水分 避免中熟 记者夏曼力达胜 台东金峰采访报导